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该怎么办呢 白嫖 白嫖是不可能白嫖的 但是有这么一种省钱的办法 就是使用612的后背来拍摄120D片 这样你虽然丢失了4x5画幅上面和下面的两个区域 但是你的画面变得却更有电影感 因为它变成了2比1的比例 这个画幅就相当于两张哈苏 6x6的方片拼在了一起 两个哈苏后背连在一起 这也难道不香吗 想想看 玩宽画幅的话 你的选择其实不太多 把两张底片合在一起的这种玩法 在135系统里面 你可以考虑一下哈苏的X Pen 那么说起2比1的比例的话 随着这些年网剧的兴起 特别是在Netflix平台上的众多网剧 开始越来越多的采用2比1的画幅来进行拍摄 就比如说《怪奇物语》 《纸牌屋》 《黑钱圣地》等等 而电影的话 有《侏罗剧世界》 《亨利之书》 以及非常经典的《现代启示录》 它的DVD版本 都采用了这种2比1的比例 这2比1的比例 在16比9和2.35比1之间 做了一点小小的折衷 这种比例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那个时候它叫做Super Scope 而如今之所以 这个比例重新回到市场 开始变得非常受欢迎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iPhone 三星等众多的全面屏手机 都开始采用了2比1的比例 所以当你的视频原素材 也是2比1比例的时候 在播放时上下 就不会拥有任何的黑边 就会获得非常好的画面体验 前一阵我和我的朋友Freddy 在一起拍摄的严实摄影 也是采用了2比1的比例来进行的输出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么我们说回622的后背 这个后背是国内一个叫做 大义的一个厂商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可能是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622后背了 因为它的功能相对说要简单一点 甚至说可以说是简陋 它甚至没有自动停片的一个功能 拍摄的时候需要转动这个地方进行手动的裹片 然后通过小窗口去观察120这个胶卷 它背质的数字再来进行手动停片 这种操作当然没有自动停片的后背方便 但毕竟是便宜 而且本来这个产品还附赠了不同的遮光板 你还可以拍摄其他的120尺寸 比如说6×6或者6×9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上下有两个小的窗口 可以根据画幅分别去计数 当然我一般就只会拍摄612的尺寸 然后一卷120底片可以拍摄6张 所以你会看到在6×12这个数字的下面 标注有1357911这6个数字 它的意思就是每次过片 你需要将120底片转动到相应的数字来完成过片 当然了我一般只会拍摄612的画幅 因为其他的小画幅我觉得大客不必用这个方法来拍摄 下面我就要说一下612后背的具体的使用方法了 它的拍摄过程其实是要比拍摄4×5多了一些步骤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拍摄步骤 拍摄前期是一样的 我们要支好机器 构图 对焦 测光 设定光圈快门 上显测试快门速度 重新上显做好拍摄准备 取景时要拆下毛玻璃组件 放入612后背并锁紧 拔出豆腐刀 按下快门 插回豆腐刀 这个时候你最好过片 防止斗虫曝光 然后我们取下6×12后背 放回毛玻璃 重新开启快门叶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机器去下一个拍摄地点了 其实这种拍摄612的方式是比较费势费力的 大多数612的机型都采用快拍机的结构 就像林哈夫 骑士等机型 优点是快 但是不足之处就是镜头的使用限制会比较多 612的快拍机多搭配广角镜头 且能一周的机型不多 而使用标准的4×5相机 配合612后背做拍摄的话 玩法就会多样一点 我在这次拍摄时觉得最有趣的 就是把后背竖着使用 因为沙姆尼4×5的这台机器 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它有这样一个机构 我们可以看到 正常拍摄的话 它的后背是横向来使用的 但沙姆尼的这块后背的后组 它是可以竖着来放的 我就可以这样放 当我锁紧之后 它的画幅就是竖着的了 当你把后背竖着拍摄时 就会得到不同以往的视觉体验 窄窄的画面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就如同中国书画的卷轴一般 当然了我这次拍摄的画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疫情原因我也不能到处跑 所以说拍摄的画面少了一点 当然了我也有一些老的照片 我也会一并稍后放出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用6.2后背拍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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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样片就先看到这儿 不知道你对62画服有什么样的想法 大家可以留言或者是弹幕来告诉我 虽然62画服的这种拍摄方法稍显复杂 但是我相信当你得到这样长长的一条底片时 你会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未来的话我会继续挖掘一些新奇冷门的小玩意来带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人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相机品牌的话 一定要说有 就是它 沙姆尼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